字幕提供 很像又到了要跟大家拜年的时间啦 今年提早了一点 不过在上个几天班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放年假了 关于频道的组成啦 机车的影片今年还会再更新个一两支 另外我知道很多人敲碗很久 不管是悠悠卡还是支付相关的影片 或者是LiPad相关的影片 今年啦 因为我去年底的时候有购入超级悠悠卡 大概会分享一下使用上的心得跟感想 做是一定会做的 会做成大概是有两三支的一系列影片 或者是相关延伸的题材 因为支付的影片 准备期总是比较长的 所以各位体谅一下 而开箱影片会是维持去年的节奏 那没意外的话今年会更新iPhone以及Watch 还有HomePad、iPad 之后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应该也是会再购入三星的手机 那当然就是不管是安卓或者是苹果 那影片中呢开箱正奖的活动呢 应该还是有在持续进行当中啦 另外也感谢说去年 有厂商提供产品给我们做测试啊 不管是开箱啊 或者是一些感想之类的活动 然后也提供不少的奖品 让这个小频道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开箱 另外开箱影片一直都是我个人的心得 以及体验分享 如果你想看什么很专业啊 或者是把机子拆掉啊 它温度多少啊 那可能会有更适合的专业频道 毕竟我自己的开箱影片的定位啊 就是你身边的好朋友 那影片告诉你说 诶为什么我会买这个 那我在哪里买的 以及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优缺点 还有使用起来的感觉如何 当然啦 这个都是因人而异啊 没有标准 毕竟每个人拿到商品的切入点 或者观察点都不一样 如果我开箱的产品刚好是你正在考虑啊 不管是荧幕啊 或者是滑鼠啊 甚至是手机 诶加一点看看吧 说不定对你正在犹豫的 会有帮助 这绝对是我拍开箱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啦 最后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啰 拜拜